欢迎大家收看股市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以色列市场下跌 企业关闭 这是在哈马斯袭击之后发生的 摘自金融时报 摩根大通选择退出竞购Metro银行 等等 请大家收看 以色列市场下跌 企业关闭 这是在哈马斯袭击之后发生的 路透社 以色列股票和债券价格在周日下跌 原因是哈马斯武装分子从加沙发动了一次致命袭击 导致数百名以色列人丧生并有人被绑架 特拉维夫股票指数下跌了多达7% 而政府债券价格下跌了多达3% 谢克尔已经处于今年最低水平 预计由于这次袭击 谢克尔将进一步贬值 达美航空和联合航空已取消前往以色列的航班 而以色列最大的雇主和出口商英特尔公司 则拒绝透露芯片生产是否受到影响 摘自金融时报 摩根大通选择退出竞购Metro银行 路透社 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 摩根大通考虑过对Metro银行进行竞购 但最终决定放弃 原因是新买家需要投入大量额外资本 这笔潜在交易将通过摩根大通的英国数字银行部门 Chase UK进行 Metro银行最近拒绝了Shallbrook的收购提议 现正在与债券持有人就潜在的股权注资和债务重组进行谈判 该银行在近年来面临一系列挫折后一直在探索筹资选项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国际新闻 首先 以色列市场出现下跌 企业关闭的情况 原因是哈马斯武装分子从加沙发动了一次致命袭击 导致数百名以色列人丧生 并有人被绑架 这次袭击对以色列的经济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特拉维夫股票指数下跌了多达7% 政府债券价格下跌了多达3% 此外 达美航空和联合航空 已取消前往以色列的航班 英特尔公司也拒绝透露芯片生产是否受到影响 这次袭击不仅给以色列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痛 也让以色列的经济陷入了困境 另一则新闻是 摩根大通选择退出竞购 Metro银行的事宜 据金融时报报道 摩根大通考虑过对Metro银行进行竞购 但最终决定放弃 原因是新买家需要投入大量额外资本 Metro银行最近拒绝了Shelbrook的收购提议 现正在与债券持有人就潜在的股权注资和债务重组进行谈判 这次交易的退出对于摩根大通来说 无疑是一个失去了一个机会 但他们也有他们的考量和决策 总结一下 这两个新闻都与经济有关 以色列市场的下跌是因为哈马斯的袭击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给以色列的经济带来了困境 而摩根大通退出竞购Metro银行的决定 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投资额过高 风险较大 无论如何 这些新闻都给我们提醒了 经济是一个复杂而脆弱的系统 需要我们保持警惕和灵活应对 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于以色列市场的下跌 和摩根大通退出竞购Metro银行 你有何看法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册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 订阅各种简报